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 没有见到 只是在经上听到 佛给我们讲 一切法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可是我们觉得这法是真的 我继续还有拥有 我真有得到的 我得到财富 我得到明日 我得到财产 我还真有 所以放不下了 真晓得这回事情 它真能放下 能放下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呢 不是的 那你把意思完成撤回了 能放下是心地放下 不是世上放下 世上还有这个身体 他还要吃饭 还要穿衣 还要住房子 你怎么能放下 心里头 一尘不染 一尘不染 四有理由 他 相有幸福 他心里头 真放下了 真没有知足了 四项上呢 跟大家生活 没两样 火光通尘 这是他在 视线地相 里面呢 里面一尘不染 他的心清净 不像我们心地 一天到晚 糊塞乱象 妄念度 杂念度 他没有妄念 没有杂念 心地清净 清净心 生智慧 不生烦恼 我们现在是 生烦恼 不生智慧 差别就在此地 那么我们如何能达到这个境界 烦恼就是一天 怎么修法呢 我们老实念佛就行了 让我们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 很不容易做到 真功夫啊 难啊 尽宗教一行道 你的心不空 但是心里什么 心里只能有一桩色情 就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想 这就容易多了 不相信 你就可以试试看 什么都不想难 我现在想一个 用这一个阿弥陀佛 把所有杂念去而代之 这是尽宗的方法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 你看一切事也都是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念成功了 你如果只有你家里供的佛像是阿弥陀佛 除他之外什么都不是 那不行啊 那你还是不能往生啊 你功夫没有成片呢 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神 功夫成片上 看到什么全是阿弥陀佛 听到什么也是阿弥陀佛 这一生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念头都没有 证人确定得神 而且评位都很高 这什么 正我们能做得到 人人都可以做到 只要你信得过 所以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你只要肯相信 真有极乐世界 真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个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 任何一个人 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他将来决定得神进度 他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我们身在这个末法时期 说老实话 只有这一门 可以得度 其他的任何法门 都太难了 都做不到 只有这一门 可以做到 你真认真去做 应该在半年就能够减小 很快啊 半年 见什么效果呢 妄念真少了 心情尽 有一点小智慧了 这个就是瑞相 你就会更相信 坚定你的信心 坚定你的愿力 你决定会有成就 凡事都是开头呢 开头要有很大的耐心 要有毅力 克服自己的烦恼吸气 紧交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让我们了解四十真相 我们就会真的相信 所以这个一天是 一切法空 在三种智里面 第一种 他真的真的了 第一种就是 总相 一切法的总相 总相就是空 万法皆空 阿罗汉真的 别像他不知道 别像是差别 这种智慧 阿罗汉 毗智佛都没有 菩萨有 菩萨比他高明 别像是 宇宙之心 万事万法 从哪来的 这个智慧 叫道中之 道是道理 这一切法是什么道理来的 这个道理你搞清楚了 中是 种种不同 森罗万象 种种不同 他怎么来的 这个搞清楚了 叫道中之 知道一切法的总相容易 知道这个别像难 所以这菩萨智慧 佛的智慧叫一切中之 就是一切智 道中之 他完全通达明了 没有障碍了 就智慧 圆满了 就佛的智慧 这个 法身菩萨 智慧跟佛 是相等的 法身菩萨之道 在中国禅宗 叫大辞大悟 明心见心 真的明心见心 他都知道 你不问他都不晓得 你问他都全知道 那么在中国 我们在香港这个地区 提到禅宗 六族会能打死 人人都知道 慧能大使的老家 在广东 唐朝是和人 距离我们1400年 他比唐太宗晚 大概1300多年 慧能大使 不认识死 没出家是乔夫 乔夫这个行业 现在没有了 抗战时候还有 抗战时期 中国内陆 非常落后 城市里面没有电灯 没有自来水 所以每一个家里面 厨房里是烧灶 那个灶是烧柴火的 所以有这个行业 乡下人 上山就砍柴 挑到城市里面来卖 就有这个行业 还有卖水的 到河边去挑水 那个时候 河边 小溪的水 统统都干净 没有污染 不像现在 现在水污染了 我们在抗战时候 旅行都是走路 看到水沟里水 喝的时候 两个手捧起来 就可以喝 干净 都放心 现在水不敢喝了 污染了 水污染了 土壤污染了 所以长这东西 长得起起乖乖的 以前没看到过 这种现象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了 这也是灾难的一个因素 惠能大师卖柴 这个工作很辛苦 一旦柴 在那个时候 这几分钱 抗战期间 我们用铜板 大概是三个铜板是一分钱 一毛钱三十个铜板 在那个时代 大概是 一个月能够有 四五块钱的 收入啊 就可以养活四口之家 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 能大师开悟之后 他真的通了 没有学过的全知道 你拿着金本 他不认识字 你念给他听 他就会讲给你听 这什么真通了 你念佛经 他知道 你念我们世间的书 他也知道 他没有一样不知道 世出世间全通了 如果有人问他 原子弹怎么造化 他会教给你怎么走 他通了吗 这不是不通吗 你不问他 他不知道 你一问他全晓得 这就是什么 障碍没有了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自信里头 本有的智慧德相 全都露出来了 所以能成为一代祖司 无足把一波传给他 我们要知道 他才24岁 东方的学问 目标是建信 禅宗建信 教下也建信 不叫建信这个名词 教下叫大开圆解 跟禅宗的民心建信 是同一个层次 名称不一样 净土宗 叫离意心不乱 你念佛念到离意心不乱 就是民心建信 同一个层次 于是我们就知道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可以达到这个层次 所以佛说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法门是真平等 门门都能够帮助你 民心建信 建信称佛 但是每个人根性不一样 有些法门你学起来容易 有些法门学起来很困难 不是法门有难意 是我们自己根性不一样 那么在所有法门 最特殊的就是念佛法门 这个法门 不是一切根基 上上根人学很容易 很快的成就了 下下根人学它 也很快能成就 只要具足三个条件 真心 真愿意到极乐世界 真肯念阿弥陀佛 你看就三个条件 这个真肯关键在这个真子 真子是什么 我们对于这个假的要放下 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瘦破世界要放下 那才是真心呢 我们今天相信不是真心 想往生 也不是真的想往生 所以念佛就不是真正在念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放不下 千长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那样样样样样都舍不得 这不能成就了 统统放下 我们这个信是真的 愿是真的 念佛是真的 不能有丝毫产 这一点 真真一想 这一身成佛 你就一定要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成不了 这边底下引用 《法华经》《玄义》 第四诀 有个简单解释 第一一天是讲什么 天然之礼 这个意就是天然之礼 《涅槃经》第十八 第十八句 第一天 为祝福菩萨 常不便义 以常祝福不生 不死 不劳 不病 这叫第一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希望 自己 不生 不死 不劳 不病 能不能做到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得到了 极乐世界 仕途三悲九品 不管你生到哪个阶层 通通通通都是不生不灭 不老 不死 你全得到了 如果要不到极乐世界 如果要不到极乐世界去 做不到 无论修什么法门 这一生 不容易修成功 这是我们学佛第一个目标 所以 阿弥陀佛也称为无量寿佛 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无量寿佛 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通通是无量寿佛 确实在极乐世界 不老 不病 不死 就凭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到极乐世界 去过生活 修佛 到极乐世界 不是听我讲经啊 听阿弥陀佛讲经啊 而且还有许许多多大菩萨 像观音师志 文术普贤一流的大菩萨 帮助你 你有什么困难 他帮助你解决 所以进步就非常快速 真是个好地方 不要错过 我们再看这个经下面这一句 又 正涅槃之万行 名为凡行 这是凡行的第二个意思 正的大涅槃 这是法神菩萨 跟前面讲的境界相同 禅宗叫明心 敬行 一般大臣叫正半涅槃 正的涅槃之后 所有一切心 都是清凡行 为什么 它再不会有染污了 涅槃是寂静的 心底寂静 怎么会有染污 慰宗愈 愈是诸苦之音 愈是愈望 愈望不是好事情 所以修佛的人 所以修佛的人 得到幸福 得到平安 得到快乐 你把你的愈望降低 你就非常快乐 如果随着愈望 如果随着愈望膨胀 那个人会很可怜 我早年在台湾抢经 有一天坐个计程车 开车的司机告诉我 他生活很苦恼 说他家里面 收入不够开销 生活很痛苦 我就问他 我说你家里 有没有电冰箱啊 有啊 有没有电视啊 有啊 这是不是自己的 是啊 我说那你过得 很自在啊 你怎么会痛苦呢 他也说说 我这个电冰箱 旧了比不上人家的 车也不能跟别人比 样样不能比 我说那你很辛苦 你很可怜 如果能到物尽其用 你不就很快乐了吗 你跟人家比干什么 给人家比快乐 我比你快乐 我比你快乐 你房子住的比我大 你美我快乐 你车比我好 你美我快乐 你吃的比我好 我天天千菜豆腐 我比你快乐 比这个 那你就很会做人了 他说你说的不错 不要给别人比 你就快乐 一件衣服 可以穿个十年 二十年了 不要人家 一有新的时髦东西来 就想要了 那你是自讨固执 有人说 我赶不上时髦 出去人笑死了 笑死是他死 你没有死 你为什么怕别人笑死 那你有大慈悲心 你自己没受到伤害 我们只要穿得整齐 穿得干净 吃东西 是能卫生 你说你多快乐 你的收入花不完 你越越多有存款 你怎么不快乐 所以不能跟别人比 凡是跟别人比的 都自找苦吃 我在美国住了多年 我看美国人非常可怜 你看工资稍微深一点 两千块钱 他住在两千块地区 你看这个地区 加加收入两千块钱 如果他拿到三千块钱 他赶快要搬 搬到那个三千块钱 好像自己身价上升了 自己有三千块钱收入了 这个是什么 虚名在作祟 他要跟人比 我永远住在两千块钱地区 我一个月收入有一万多 你说快乐不快乐 这个是什么 四十真相的 没有看破 人人在一身 你到这个世界来 换一句话说 上天都让你过最美好 最幸福的生活 你不会过吗 你要把你那个欲望 不断向人外膨胀吗 你自己找罪手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那如果我们学了传统文化 懂得做人的道理 学了佛法做佛的弟子 我们把多余的钱去布施 帮助更苦难的人 你就更快乐 为什么多赚一点 一定要把它详细 就用掉 外国人 这种观念 害死好多人 把好多好多人 一生的幸福都破坏掉了 都是那个错误观念 为什么要学它 在外国我们看到华侨 比外国还好一点 但是也有少数 跟外国人学习的 国外住家 院子都很大 别人院子种花 我们院子种菜 种菜种瓜 我们有收入 有利用吃东西 吃得干净 吃得放心 现在麻烦是水有污染 严重污染 蔬菜 甚至米都有问题 里头产化十分 米很好看 那里头都有毒 所以人物吃了之后 会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中国古人讲 病从口如 祸从口出 多说话的人 容易惹祸 古人有真智慧 叫我们后人 句句都是好话 我们要相信 现在人家说话 真话越来越少了 少了怎么办呢 最好不要听 听了深烦恼 还就分析 到底是真是假 浪费一些精神 浪费精力 最好不听 修佛的人最好是老实念佛 就是欲望要降低 越低越好 你看 释迪迦牧 把约望降到最低 一天吃一餐 神死啊 哪有那么麻烦呢 借神了多少时间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释迦牧 摩尼佛一生 没有见一个道场 晚上睡在那里 睡在树底下 他打坐 在树下打坐 睡眠的时间少 精神体力好啊 佛的弟子们 每天休息的时间 中夜 中夜就是我们现在的 晚上十点钟 到两点钟 这叫中夜 这是他们休息的时候 换句话说 两点钟他就起床了 他就起来了 那个时候 宋经 没有经书 释迦牧尼佛在的时候 没有经书 宋经是 经是佛所讲的 听了之后记住 不断去回味 念咒 念佛 作禅 这是他们的功夫 这是 戒定会散修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修行 学习 目标是 开智慧 佛教大家这个方法 新人 订阅 行